而且第三组的颁奖人 同样是国际级的 那么他是出生在辽国 在法国长大 身兼的是作家 编剧 那么跨域多元的作品的 国际漫画人卢慧芳 而另外一位呢 则是第八届金漫奖 少女漫画奖的得主 还有第十二届 跨域应用奖的得主 是麦 我们掌声 欢迎两位 漫画家最多漫画家 就是画漫画真的充满了痛苦 可是漫画完成的时候 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想问问看卢慧芳老师 就是觉得创作要具备 什么样的元素 才更容易能够发展多元创作呢 我认为这些工作 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意义 和各种各样的意义 而艺术人们在工作上 应该有作用的 愿意和愿意 和观众的信息 相信观众的知识 因为一种艺术 即使是一种艺术 都是一种旅行 和一个经济 每个艺术人们 应该有一个原本的经济 原本的经济 那马上我们来看 十五届金漫奖跨域应用奖 入围的有哪些作品 跨域应用奖 入围的有 集合 Rendezvous跨领域应用计划 承拨艺术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看你听的 音乐跨域实验 橘子集团 音乐剧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果陀剧场 第十五届金漫奖跨运应用奖 这奖就是 音乐剧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果陀剧场 恭喜 恭喜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很荣幸可以入围金漫奖 所以首先我要先感谢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 所有的创作者 设计老师 技术团队 以及演员们 谢谢他们 也要感谢 我一师一父一友的梁志明导演 以及果陀剧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以及所有爱我的 还有我爱的人 那最后呢 这个奖 还是要献给身旁的这个东霖老师 大家好 我是漫画节 还有谢董令 谢谢靳文学支持我做这部 我在诈骗公司上班这个漫画 然后把它做这个 梅合授权带到了音乐剧 然后之后也会有电视剧 我要说的是 一个漫画它不能只有漫画本身 还要能够有各式各样的授权的改编 以不同的形式去跟读者见面 那我希望部长可以 也多多支持在漫画产业链的横向连结 然后让我们的这么多优秀的台湾漫画作品 能够被更多读者看到 最后我想说我爱台漫 谢谢 好 掌声 恭贺导演 也谢谢东霖老师 也谢谢两位颁奖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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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